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灰南果然是蒋川的福弟 不但电视快级赛闯入决赛 还在最后的决赛中将目前等级分第一的特级大师王天一拉下马 为本次象棋群英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大家都知道象棋的群众基础非常雄厚 有各个阶层上到99岁下到几岁都会会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而灰南这次涵盖了专业的业余的还有象棋之乡的总共有十来个节目 对于我们象棋的传承非常有作用 以其会友乐在其中 这样的象棋群英会谁都欢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象棋世界栏目 我是唐丹 今天由我跟张强老师一起为您讲解 2018中国辉南龙湾杯全国象棋电视会计赛的精彩对局 这盘对局的双方是由蒋川对阵王天一 他们两个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过关斩将 在冠亚军比赛当中会师 本次比赛是采用的双局纸 也就是说每个对手之间要下两盘棋 第一盘棋他们也是集战成合 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二盘棋的对阵 红方是蒋川采用了当头炮 然后黑方王天一用的驱途平马 黑方马二进三 对 接下来红方走兵器进一 蒋川在前边战成了郑维同 他也是采用的近期兵的部阵 应该说近期兵也是蒋川比较喜爱的 在2010年他获得全国各自赛冠军的道路上 他就多次运用这个布局 所以说对这个布局非常有心得 王天一是2012年的全国各自赛冠军 他们两个也非常熟悉 因为原来都在北京队都在一起训练 当然王天一后来是加盟了其他的队伍 但是两个人还是非常熟悉的 对 目前王天一是代表杭州队 现在双方形成了平方队居 然后红方是最二平三 北方炮酒退一 在第一轮当中蒋川采用的是五酒炮 马八吉吉炮阿平酒 对 他是跟特医大师正为同 那个变化应该说比较激烈 当然说蒋川这一次整个也表现得神勇 另外他的运气也确实比较好 蒋川赛后也说 自己在辉南确实有如神助 这个运气也比较好 对 他这次比赛他准备得也很充分 因为是这种会计赛 每方基本用是十分钟 然后每走一步骑加三秒 这样一个会计节奏的比赛 然后他这个开局都是走到 自己很熟悉的一个领域 黑方走鞠八进五 对 鞠八进五 张勞这个布局下 黑方是不是除了鞠八进五以外 还有走鞠八进八这种变化 这个棋我们大家来看 这是一个什么特点 红方拱了骑兵又跳鞭马 对 应该说这两步棋 并不是特别的连贯很紧凑 是 但是红方有一个好处 就是为了下步骑 抛八平七来攻击三路马 将来有可能获得这么一个先手 对 然后九路鞠顺便可以亮出 这是红方的一个布局的战术意图 所以说这时候黑方走一个鞠八进五 他也是想要先控制红方 直接抛八平七的一个走法 鞠八进五是一个传统性的应党 那么王天一就说用最传统的应招 他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这招其实也没有问题 另外刚才唐甘给大家介绍 这个鞠八进八 这个就是走得比较深了 对 容易导致更加激烈的变化 因为鞠八进一八这招棋本身没有明显的作用 他主要这个鞠 一个是卡住红方向三进一这个像 将来对方平方打过来的话 能把这个像抓死 这是一个直观的目的 另外他将来鞠就是为了来移动 对 向左侧肋上或者二路上来调动 但这步棋就说有可能很凶 也有可能走虚了 没有落到实处 所以说王天一以他的风格 他还是比较喜欢走得比较实 所以说这招棋 他选的鞠八进五也是无可非议 对 实战是走了一个鞠八进五 因为传统就是走鞠八进五 这儿红方跑跑平台对方可以吃掉 炮给平台打将来跑出进五 还有这些反击 就是红方没有这个金炮的手段来不及 根本就来不及 红方他只能按实战先兵五进一 对 这个七路兵绝对不能被对方吃掉 吃掉的话 这个棋的金就没了 等于说黑方三路马以后也活了 如果把兵吃过来 但我不是三路马 马上活不活的问题 是 就是说这个兵吃掉了 红方的先手就没法看了 就没有先手了 简单的说吧 所以红方这也是一个连贯的战术 他先兵五进一 对 兵五进一第一个是蓝鞠 另外从中路上继续加强威胁 如果你按着俗手试试试试试的话 对 不一手试 红方就顺势平炮 你要打局了只能 打局 他躲 你还得躲马 对 我这个 如果你不躲马 我们大家看 这个就是最传统的招法 就是红方一捉 你一出局 还得局一平二看 红方一个局八进六 也可以战优 另外他就可以撞兵 下部这个马就盘出去了 对 黑方这个三步线负担太重 那黑方可能就要马三退四 那红方的局有瓶瓦变成绝对先手了 你摆张头炮 你一个顾忌局次价着捉 还有红方也可以马腿自己保 这个棋呢 就粗烈的一看 就是说黑方的感觉不是很理想 就是说这个整体的这个动作呢偏半 子力现在都往回射 他肯定要先保住 因为如果先捉 可能你有打一枪马四进五 他先保住 下部捉是一个绝对先手 这儿黑方就感觉比较落后 那你要是抛而退一步 你这个动作太慢了 红方肯定是先手 红方马三进五马几九七都可以 对 就是说感觉这么下呢 黑方太委屈 就是说权限呢 是在进行这个防御 所以说 所以这时候黑方这个十字进五 不是不可取 对 黑方就是马三退五 这个也是经过前面的老骑手呢 这个经过很多的验证了 也是认为是可行之招 这也很精妙的一步棋 黑方就是以退为进 表面看起来这个窝心马呢 受制 但是它呢 是一个先手打局 红方再炮八进四 来继续攻这个中兵 因为黑方现在不能炮九平七 对 炮平七 它这个炮八平五 先将一军 对 你还得补一个像 补像的话 它就三平四 那黑方这个窝心马就被镇住了 肯定不行 等于说红方这个以后 具有平八还能亮出来 对 黑方就炮二平五 这儿呢 红方呢 也不怕你去 就是黑方 不怕红方去打中兵 对 因为你现在打中兵 这个由于你中路太担保 对方 他可能正好去把平五吃掉 吃掉 这也可以 或者他蹬掉你 吃掉 他一僵一杀一蹬 也能把你去蹬 对 能升级后续回来 所以说打中兵呢 肯定是不太可取的 黑方最简单的 吃掉就可以 所以这个局面呢 中兵又变成矛盾了 红方就上马 保住这个兵 这是步步关子 对 双方这个节奏呢 是非常紧的 但是现在就打兵了 对 所以黑方就要来打局 对 炮九平七 红方在躲局 对 去三平四 黑方现在绝对不能够贪得这个局 对 看着好像这蹬着局呢 这个连登啊 这个红方就胜定了 这好这个七路炮丢了 所以黑方必须 一路换三不行 把这马再蹬出来 这个棋呢 就是说到了这个开局阶段呢 基本上双方是不好震了 是 黑方呢 应该说形成这个局面呢 也在意料之中 也是可以接受 那么红方接下来走局 九金一 掌这个局呢 就是为了下部棋来夺市 夺完市以后 有局四肩二来捉 因为你直接捉 没有用 他是不是有个局 金一对局 是的 黑方这个对局呢 把你这个先手就化掉了 对 相反黑方呢 这个局已经明了 将来有中七族啊 是 这些反击的手段 作为红方来讲呢 这部棋就过早的 出击 反而效果不好 他先局九金一 对 那这个时候很关键啊 是 以往 也有人走什么局一平二 局一平二 当然效果都不好 这感觉是一个 很正常的一个走法 那红方局四肩二 很习惯性的一个走法 就占有了啊 因为这个地方呢 黑方呢 要防范对方的局九平四 一桌是在局四肩二 所以黑方这个时候呢 就是先走出七一 这也是认为 目前为止呢 就是比较具有 抗中力的这么一种走法 是 那红方还是可能 局九平四 对 叫啥 你试四肩五补一手 试四肩五补一手不行 太习惯性了 它补就局四肩了 对对对 来 不是那正好局四肩 摆一下这个变化 不行 不能像我说的这样的 那你还得抛局平八 对 然后它的局四平三又一桌 这平三拱在吃 还吃人底相 对对 这个棋就占优了 等于说这个 黑方的七路线出现问题 对 所以不能 大家不能像我说这样 就随习惯性 黑方这会有一个 化解洪方公式的好棋 对 就是走平局 这个招 这个走法真是太巧妙了 对 这个王天一啊 可能啊 觉得这个非常 这个熟悉的阵势啊 对 可能觉得蒋川也走不出太新的招 是 所以王天一呢 也做好了 先能够立于不败的 这个心理的准备 双方这个开局阶段 都是步步关子 对 然后布局走的都非常好 然后洪方这个时候 接力使力 来送三兵 对 洪方这时候 为了争先手 继续这个送兵 这个是一个老谱啊 居霸平气 吃掉 嗯 然后洪方这个棋走 居四进三 对 他是后居四进三 除了居四进三以外 也有居四退二 居四退二 这个变化呢 原来也有人下过 也是洪方略忧 是 那黑方接受 吃掉 你只能登 是吧 对 对方在居平二 多炮 红方在马拉斯进五 这个棋呢 就是基本上呢 也是大量的简化 你一登掉他 他打掉你 在交换 然后炮 他再打交 你电炮 然后他进局 可能是洪方 稍好一点 洪方这个残局呢 多一个中兵 但是想赢棋呢 也是比较困难 就是说这个棋 和棋的这个概率呢 就比较高 所以这个地方呢 洪方呢 觉得这个变化 可能更容易简化 所以他保留了这个变化 他保留了一个什么变化呢 他就是当你平兵的时候呢 他送兵 然后他用后续吃 对 那黑方也得局级平六 对 局级平六 这交换 洪方登掉 黑方再走局级平二 这个象呢 确实呢 不要打 因为黑方本身有先手 这个象呢 暂时也逃不掉 洪方现在来局四季一 等于说他用后续吃足以后 多了一个局四季一的这个 对 捉满的一个做法 这个棋呢 仍然是 不太适合打象吧 是 打象他知识 你吃炮他吃你 等于说那黑方的底线也是 对 楼峰 同时黑方主要是三路马比较弱 对 因为如果双方将来呢 各扫一个象对攻起来啊 嗯 黑方主要是这个 三路马 不能投入战局 这个形势容易吃亏 所以黑方呢 不去打象呢 从全局的这个高度来讲呢 这是对的 他就走G二进三 G二进三这个一个交换 接下来红方G四平三 他又G 再G二进三 二进三 红方G三进一 然后黑方G二再平三 嗯 这二双方很快呢 就形成了这个 G码炮对G码炮的 这个中后局的形式 对 以往呢 是走G三进一比较多 这个前面G三进一 对 然后对方呢 打中兵 然后再知一手试 不试 嗯 不能不像 不像 那G三进二 就这时候打一枪 对 试试进五 再知试 试试进五 嗯 这个棋 就是说合棋的 可能性呢 就比较高 是不是还是红方 稍好一点 多一个像的一个成本 红方肯定是略优 对 但是这个棋 将来黑 黑方 随时有G三平五 G三平五 对 这个棋 就是说合棋的意味呢 比较强 以后可能是G码对G码 这样双方 黑方可能少一个像 对 这个棋呢 嗯 黑方呢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对 王金一可能觉得 可能 红方会这么走 可能以为是这么一个 但是临场当中呢 红方呢 突然呢 变了一个 比较少见的招法 他走什么呢 他走炮五 平三 对 来直接打对方的像 这儿呢 就是这个棋局啊 一下产生了 很大的这个波澜 对 这招这部炮五平三 这招太巧妙了 主要黑方也不怕 自己有一个空头 那这招新招出了以后 嗯 双方是如何继续 演绎的呢 我们稍后呢 请大家呢 继续来观赏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 蒋川对阵王天一的 这个对局 其实啊 在这个比赛的现场 我和唐丹呢 我们两个啊 也是来到了现场 对 就是现场直播的时候呢 通过其他的卫视频道呢 也给大家呢 做了这个介绍啊 但是 我们央视呢 对这个比赛的这次 也是比较重视啊 特意呢 说让我们两个呢 再给大家呢 着重讲一下 这个经典的这个对局 呃 那么蒋川最近呢 应该说心态也比较稳定 特别是去年 这个结婚成家啊 太太呢 对他也是支持有加 这个心态呢 比较稳定 然后呢 可能 这个最近呢 这个 情绪也非常饱满 今年的现场联赛呢 蒋川在 前六轮的比赛当中呢 也是取得了四胜两合 对 也是跟王天一同时排名 对 收入榜第一位 应该说呢 这个蒋川状态呢 又回来了 对 蒋川是曾经在2008年 到2012年 这四五年间呢 连续在等级分的排名第一 王天一呢 是从12年以后慢慢崛起 在14年15年呢 这个达到了一个 比较高的高度 这两年呢 都是王天一呢 占据着这个等级分的榜首 所以说呢 他们俩这个对局呢 也引起了很多 其有的这个关注 对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 这个 辉南啊 就是吉林的辉南县 还有这个龙岸景区呢 对本次比赛呢 也是提供了这个大力的 啊 赞助和支持 不仅是搞了快级赛 还有这个少儿赛 还有 公开赛 公开赛 像棋之乡的一个团比赛 还有像棋之乡的比赛 还有交流赛等等 应该说这个当地呢 对这个像棋的比赛的活动 是非常支持 就是辉南的一个 一周的像棋文化周 嗯 一个活动 可以说呢 这个各个阶层的棋手呢 都是啊 非常愉快的呢 参与了比赛 是 那洪方 我们再回到这个棋盘啊 这炮五平三 当时讲棋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这好像谢静下过 是 后来下完了以后啊 蒋川说啊 说张老师 你跟谢静下了 对 您跟谢静下过一盘这个棋 啊 这十年以前 在2008年 后来我也回去看了一下 这个记录 这个炮五平三呢 是谢静走出来的招 嗯 这个蒋川呢 我觉得这个策略 采用的比较好 就是王天一 可能对这个棋啊 也比较陌生 然后快棋呢 突然洪方呢 出现这么一个冷招了 对 可能对方呢 没有预料到 他可能看到过这个棋 但是没有像蒋川这样 深刻的去研究 嗯 然后黑方这个棋呢 第一感呢 如果你炮打中兵的话呢 是 就打了 最主要是红方先打你姜 然后红方上帅 他红方可以躲一招 之后炮三平一 就可以展开攻势了 嗯 因为你姜我就再下来 你计算权我再上来 这个地方你犯规 对啊 然后这个棋的速度呢 就是红方要快 啊 明显红方下围炮三平一 红方动作要快 所以这个地方 黑方不能够采取对攻 啊 当我们在思考 这个局面的时候呢 肯定你第一个 感觉要算对攻 对攻不行呢 就得进行防守 嗯 那么飞边向呢 就容易把自己的阵型呢 走松散 黑方走马三退伍 这招棋也是对的 当时我也是这么走的 是 对 马三退伍回来 红方呢 这个棋如果补像 那么黑方打将打出来了 就很安全 打将 然后把像给补起来了 对 红方 走得很悬 故意把这个中兵呢 对 啊 红方这炮我平三 马四季五两部棋 都好像感觉 不是特别合理 嗯 但是这个 从这个当前局面下 又是很好的一部棋 对 走到这儿 确实王天一呢 在对局当中呢 显得有点犹豫 他确实没有料到 对 红方正不走 虽然是快级 但他也是考虑了一段时间 对 因为这个棋呢 你如果居江吃兵 对方军村一保 还有将来有马虎退伞 是 他有点看不清楚 现在炮武军村打兵的话 他也有个马虎退伞 对 他有点看不清楚 因为这个地方呢 其实打这个棋呢 也不是绝对不起 马虎退伞 那是不是 举江 红方只能知识 对 是吧 这个地方 黑方有一个上马 那就 从这个棋的内容上来看呢 我事后呢 也专门解析一下这个棋 黑方走到这儿呢 是完全可以应战的 红方只能登这个了 是吧 登这个 他把你登掉 那他吃一个象 他炮三牛棋 对 这个象这个棋不要紧 对方知识有事 这个棋啊 黑方的这个马的位置啊 位置比较好 比较好 应该说这个棋啊 这个问题不大 对 那这个残局 这个残局呢 红方也不好赢 是 因为黑方这个位置好呢 他将来啊 他三三级五马虎退七 这个牌的位置出来 对 他将来一捕像 马可以退到这个地方 鞠来扫女兵 这棋红方如果没有兵也很难赢 所以黑方这么走 也是一种选择 对 但是王天一呢 临场感觉啊 毕竟这个高手下棋 他不愿意丢相 是 他觉得这个残局呢 会比较艰苦 然后他就主动的呢 避免了这个 当时我 我也走了一个像 我也走了像七进九 对 像七进九 像七进九 就防止马虎退三这个点嘛 对 然后红方是走了一个十四进五 红方的中路空 对 他也必须得补了 现在黑方都补齐了 那黑方就炮 打一将 对 打出来 红方在走炮三平五 在电视中炮 其实这么走呢 也问题不大 其实我实战也是这么走的 对 三平五 红方这个时候走马虎进六 这种旗比较具有盲壁性 对 这个跳马 跳马以后 黑方先把这个 换掉 现在就下一个很细腻的一个残局 对 现在呢 双方是什么 对比呢 鞠马炮 鞠马对鞠马 对 兵足一样多 但是红方的位置呢 就是稍差 红方的位置稍优 黑方的位置稍差 那等于说黑方这个 卧行马这个很关键一个问题 怎么解决 这个旗呢 走鞠五平六呢 稍缓 对 这个实战走的鞠五平六 对 我当时也走的鞠五平六 是 这个旗应该走鞠五平四 对 但是当时呢 这个我们赛后采访了王天一 王天一说他比较顾忌 鞠三平四 对 实际这个旗啊 倒是不怕黑方 黑方可以勇敢的气势 退居退 可能有个巧招 你初帅 他就马虎进四 初帅马虎进四 这儿红方的这个马呀 红方这个马跳不出来 这个旗黑方呢 利益不败 是 由于时间关系 我不给大家细说了 红方就不能这么走 当时王天一啊 在快期的时候啊 他反应的呢 还是慢了一点 是 当时王天一的反应呢 也是非常出众的 但是临场当中呢 他觉得可能这个旗不那么简单 反而呢 是过多的这个思虑呢 导致了这个技术呢 有一点变形 可能鞠五平四 只能登 黑方在居四退三 对 这个旗呢 就是说和旗的希望就比较大 黑方走鞠五平六呢 这个旗呢 就是 这很细微这个旗 对方马六腿旗 就是说这个旗很细腻 黑方马五均四 对 马五均四跳上来 感觉也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蒋川啊 走得好 当时蝎静跟我也下到一模一样 对 蝎静走鞠三退二 这个旗就后来基本合了 最后是 我是这个官合的旗呢 就是说要合的旗 后来时间紧张啊 这个鞠马的时候 没有防御好 实际上他这时候可以马 马鞠三退六 这个旗就不好赢了 这个旗啊 不是黑方的马 蒋川呢 就是根据我们俩那盘对局呢 进行了改进 他走鞠三退一 对 来捉相 使王天一呢 这个旗啊 这个旗比较难下 然后在现场当中的 由于时间关系呢 王天一就判断 是会计赛 输了 马上这个旗就输了 其实这个旗呢 事后呢 我也研究了一下 黑方有顽强的招 这个旗输不了 应该走相九退旗 对 得要退到底 但是临场啊 这招旗啊不好看 因为这个旗啊 你捉我的相 怎么我还不逃 还故意送给你吃 这个旗就是什么呢 就让你在底线吃了 底线吃了以后 这个旗就不好赢 对啊 然后你再走聚串圈 在聚串圈 它可以失了 就补一手了 对 就是为了防止你马进八 我可以马四退六 来守底线 对 这个旗 和旗的概率呢 就比较高 因为洪荒这个两个兵 不能都剩下 对 所以说这个旗发展下去呢 和旗的可能性呢 就比较大 主要是现在直接居六平九 吃足的话 洪荒有个马七进八 对 他左右吃相是先手 没有马四退六 回来防守 对 那么黑方呢 退居 这是一个坏期 洪荒居三平一再住 等于黑方的居差了 他马四进六 马四进六还挑这 洪荒居三平一再吃 这儿洪荒呢 就净多出两个兵了 并且位置好 主要黑方这个马 调不到一个好位置 对 黑方的临场呢 就是想把这马走 走到好位置 结果马上就 这个旗就败了 应该这个时候 五招是 十六金五补一招 是六或是四 十四金五 到底知哪个是呢 也很难讲 但是应该知一个是 这儿还比较顽强 对 黑方呢 是想急一把马呀 有反击 结果被洪荒 洪荒正好有个马七退五 对 这个旗他如果换 他正好合不了 人家一退江 下部兵器 就把这个兵锁死了 对 一路足可能要丢 等于马杀兵的旗 所以这个旗呢 黑方被迫居六平五 洪荒又居一堆 这一 蒋川呢 很清醒 对 他把这个位置呢 走到了非常好的地方 是 这儿黑方呢 这个旗呢 就呈现败事了 对 那么王天一在 烈士的情况当中呢 走得也不会顽强 就很快这个被 蒋川这个战胜了 对 他是居五级 然后退马 他退马 落相 他马八经七 他居一平四 不 他兵已经过来了 对 他飞相 红方一马三经四 他登边兵 对 后来是将军这个四相丢 对 这个旗呢 我们大家呢 就其实就 给大家简单看一看 后面的走法 他退居桌 对 他去江 这等于说 下城居马 兵对黑方居马俩相 对 这个旗呢 就说红方呢 是胜定了 因为毕竟黑方 桌 对 实际上 可能是居六平五江更好 这倒无所谓了 出将 一桌 一回 飞相 他走得比较细 对 然后他又补 他走得非常稳健 对 然后他居四平六一桌 还一进 一下兵 对 居五平六 还有居六平八 对 这儿是绝杀了 对 这儿江两军下兵 江两军 连撞是连上 走到这儿 黑方就只要人负了 主要少俩市 怎么都没法去防守 对 所以说这次 辉南的电视会计赛呢 对 应该说呢 也是给我们这个八大高手 这个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交流啊 展示的这个机会 那么最终呢 蒋川呢 是力拔头筹 应该说也是 发挥的非常的好 会计赛的冠军 对 另外呢 这个王天一呢 虽然说输了呢 但是呢 可能是最近 确实状态不太别好 也希望他们两个呢 将来还是有更好的 这个优秀的对局呢 在给我们大家 做更多的精彩的表演 也感谢辉南 对本次比赛呢 这个大力的这个投入 对 好 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好 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 by bwd6 感谢观看